据报道台中的海底捞也开始模仿大陆海底捞推出的一项特殊活动 那就是店员们集体大跳爆红神曲扣三 这对影片在网上爆红 各地的海底捞店员都在挑战 不少的台湾网友看了纷纷留言询问 这个台湾有吗掀起了热烈讨论 如今大陆海底捞推出的跳舞活动爆红 这也让台湾海底捞的店员很是头痛 一名台湾的网友透露 朋友在台湾的海底捞工作 最近每天去上班都被问有没有科目三的跳舞表演可以看 让朋友被问到很想离职 因为真的不想要为此去学跳舞 不过有岛内的网友爆料 台中的海底捞却跟进了 从抖音短片中可以看见 台中大圆白海底捞的南店员 在桌边跳起了科目三经典舞蹈 丝滑舞不让现场的观众看待 另有当地居民表示 大圆白的海底捞只有那个南店员会跳 中有店的海底捞则是店员跟捞面师傅都会 大陆的短视频平台上的神曲在台湾流行的速度非常快 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 各种科目三舞蹈的视频纷纷出现 年轻人们模仿大陆的舞姿 展示出他们对科目三舞蹈的喜爱和追求 不仅如此 许多的年轻人和组织起来在街头上挑科目三的舞蹈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可以说 往期科目三舞蹈在台湾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热潮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信任成 现在他打开手机就能看到火爆台湾的科目三舞步 也经常能看到大陆剧长相思 两岸的文化纽带是切不断的 台湾年轻人爱看的电视剧也深受大陆影响 他认为双方要找出自己的优势 相信两岸未来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广西科目三舞蹈的流行 对大陆流行文化在台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台湾年轻人受广西科目三舞蹈的影响 不仅学习了舞蹈动作也开始接触和喜爱大陆的流行文化